船務人員不敢馬虎 量體溫 噴酒精 防疫SOP 一個不敢少 這艘行駛台東到綠島之間的客輪 創全台之先 特別在二樓設計防疫專區 從綠島之外 你知道有發燒 我們就設定這個專區 讓你在這塊區域做為管制區塊 不只通方設備獨立 全新大座椅 活動隔離板 一應俱全 上下船的動線也特別獨立出來 全由船的前方進出肉型船後 從駕駛台走側門進來 完全不會接觸到一般乘客 不過隔離區沒有隔間的設計 發燒的人全部集合在一起 若是其中有人染疫 可能會傳染給其他人 兩個發燒有一個假設 如果被感染的話 就可能產生交叉感染的一個疑慮 所以正如果是要比較嚴謹的 一個隔離發燒的一個做法 應該是有隔離負壓 而且單人的隔離的一個裝置 業者一番好意 若不做得完備 有可能成為防疫破口 防疫措施恐怕還得再周延一些 記者潘正協妙夢捷台東採訪報導 中立新聞不會消失 只會更強大 無論如何可以做完美? 需要更強烈? WOOD